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的那个声音 她要去别她了 我就看到我老婆躺在那个锯子下面 医生说她没有了 我儿子太可怜了 给我老婆 你不控制她就在这里 想得我的名人就死了 我都不想活了 这位面带忧愁的中年男子叫刘韵申 广西桂林市新安县人 这段时间里 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家后面的小山坡 茫然地看着路上的车辆行人 一坐就是好酒 他也不愿意回到家中 因为他无法面对那种 生离死别的残酷现实 2019年10月22号上午9点多 刘韵申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 说他的妻子在送小孩上学的路上 被车撞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急忙赶到了事发现场 我就看到我老婆躺在那个锯子下面 叫了几声他没有回应 医生说他没有了 然后我找我小孩 小孩我就找不到我小孩了 刘韩元就是说他的书包 还有鞋子 同龄就在这里 当时我就疯了 听他们说已经120拉到移民医院去了 在离自己妻儿出世的前方 刘韵申发现 还有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 也同时被撞了 在这个二三十米这里 这全部是血 车子再更远 车子再到五十米了 刘韵申发现 这名骑摩托车的男子 也没有生命的迹象 这是路人当时拍摄的事发现场 可以看到事故非常惨烈 记者采访时 事故已过去了两个多月 但马路上的车轮痕迹还清晰可见 树木被拦腰折断 花坛被撞得七零八落 一片狼藉 你看这个发钢岩 这个发蓝的围全部是很厚很结实的 几块都撞断了 撞裂了 刘韵申说 当时相撞的两辆车 其中的一辆 还冲进了旁边公园的围栏里 可见撞击的异常猛烈 三个骑子也撞倒了 车子就转到这里面 这条马路名叫双庸路 而事发的这段路面远离主城区 没有监控 当时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记者找到了一位现场的目击者 当时他正行走在这条马路上 准备去上班 当时他看到 两辆车一前一后 快速地开了过来 他一下子加速 我就朝后面瞄 就像那种跑车的那个声音的 就是两个车没有安全间距了 那个时候 我也说出来了这句话 就是说他要去别他了 目击者觉得 这绝对是故意追逐碰撞 在他刚这么想的时候 两辆车已经撞击到了一起 他当时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 我可能大概在这里站了有十秒钟左右吧 我才报到120 我自己也没见过发生过这么大的事 120急救车很快来到现场 迅速把刘韵生的儿子送到了新安县人民医院 进行抢救 交警也赶来勘察现场 之前他就骗我们说 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后来进一步询问的时候 他说他两个是两口子 而且年龄有一点偏差 这个男的话呢 77年 这个女的话是92年 在此次车祸中 这对肇事的夫妇基本没有受伤 但是却造成刘韵生的妻子当场死亡 七岁的儿子受重伤 在事故中死亡的另外一名男子 死刑安镇扶贫干部黄忠欣 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造势案 而是一个以危险方法涉及到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个犯罪行为 他们那天为什么在路上追逐 最终样成如此惨烈的车祸呢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两名驾驶者袁某和唐某系夫妻关系 10月22号上午8点50分左右 妻子唐某驾驶白色小轿车在新安镇双庸路上 追逐丈夫袁某驾驶的红色小轿车 妻子怀疑丈夫出轨 在从城区追逐到市郊时 最终后车撞上前车 导致此次严重车祸的发生 这是离事发地约400米的一个加油站 加油站里刚好有一个摄像头对着双庸路 他也正好记录下 那天事故发生时露面的情况 在当天上午8时50分28秒的时候 刘运深的妻子驾驶白色电动摩托车 从画面经过 随后扶贫干部黄忠欣骑着摩托车进入画面 紧接着一前一后 红白颜色的两辆轿车 如利剑般进入画面 一闪而过 就在20秒左右后 在加油站前方400米处 两辆风驰电车的小汽车 追上了刘运深妻子驾驶的电动摩托车 和扶贫干部黄忠欣驾驶的摩托车 并撞上了他们 惨剧就此酿成 此时刘运深的儿子刘浩然 还在新安县人民医院里接受抢救 到我们执诊诊课的时候 两侧通通都是不对 不等大的 做了CT 有两侧的 有一膜下的血肿 有脑散的行程 相当于生命征 也不是很平稳 医生说 孩子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头部 头颅遭受了严重撞击 医院当即对刘浩然 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紧急手术 清除了颅腔内的淤血 做手术以后 瞳孔都一直不等待的 然后的话自主呼吸一直没有恢复 医生说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瞳孔是大脑高级活动最直接的反应 但是从瞳孔伸缩来看 没有什么反应 小浩然的情况不容乐观 成人跟小孩可能肢体有不同 可能小孩的生命力比较旺盛 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尽全力地抢救 当赶到车祸现场的时候 刘云生根本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妻子突然被撞身亡 小浩然是刘云生唯一的孩子 因为伤势过重 能否被抢救过来都还是未知数 在那几天 刘云生感觉到每天都是在煎熬 一方面 他承受着永远失去妻子的 痛彻心扉的痛苦 另一方面 他又每天都在为小浩然祈祷 希望孩子能活下来 他说小浩然的出生 本来就特别的不容易 重症监护室外面的刘云生心急如焚 他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只要儿子还有一丁点的希望 他都要拼尽全力去抢救 清晨 儿子上学时清脆地跟他说再见的声音 还在耳畔回荡 可转瞬之间 妻子离他而去 儿子昏迷不醒 想到他和妻子结婚时的不易 想到养育儿子所经历的艰辛 刘云生每天都沉浸在痛苦之中 1973年出生的刘云生 曾经在西藏当过三年兵 退役后回到桂林老家 先是在一家保安公司任职 2008年 35岁的他和小五岁的妻子 在一次公益活动中一见钟情 并走到了一起 刘云生觉得 虽然自己的爱情来得晚了一点 但是他很欣慰 那就是找到了理想中的伴侣 因为妻子勤俭持家 温柔体贴 在我38岁的时候 我们就要了刘浩元的小孩子 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刘云生的妻子有了早产的迹象 医生告知刘云生 孩子可能先天不足 当时刘云生39岁 妻子34岁 他和妻子都是高龄得子 夫妻两人商量后 艰难地做出了决定 生下这个孩子 我想赌一下 你们是机器我也要 孩子出生的时候 体重只有两斤半 经过检查 刘云生旋转的心终于落了地 但是医生跟我说 他说麻雀睡小 五张俱全还很好 但是需要 就是在保卫上保养 母子平平安安 此时的刘云生幸福写在脸上 虽然每天要跑几趟医院 且花费不少 但看着儿子小脸蛋 一天一天圆润起来 个头越来越大 他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然后一个多月以后 我儿子长到了五斤多 然后医生 我们可以接回去了 因为早产 孩子的身体抵抗力差 夫妇俩在抚养孩子身上 费了不少精力 为了更好的照顾儿子 刘云生让妻子辞掉了工作 他则在外奔波挣钱 因为刘云生当过兵 他从小对儿子要求非常严格 并且格外注意 儿子身体的锻炼 和毅力的锤炼 在刘云生的教育下 儿子一直坚定 身体素质也好了起来 然后儿子说 爸爸我也想去 长大了 我要当病 和你一样 此时的小浩然 依然在重症监护室里 靠呼吸机 以及药物 维持生命 刘云生希望奇迹能够发生 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醒来 再喊他一声爸爸 心安镇还有一个家庭 经历着跟刘云生同样的痛苦 在那起车祸中 当场死亡的 还有56岁的扶贫干部 黄中兴 黄中兴原来最担心的 就是他80多岁母亲的身体 这位哭泣的老奶奶 是黄中兴86岁的母亲 儿子去世后 精神还算绝朔的老人 一下子憔悴了不少 白发人送黑发人 老人承受着巨大的悲痛 黄中兴的爱人吴秀春 因为丈夫的意外去世 她已经哭干了眼泪 但是在80多岁高龄的婆婆面前 她还得强忍着悲痛 可是一回到楼上的房间 她还是没能控制住 自己的情绪 没有一刻不想 想得我的宁愿就死了 我都不想活了 这个家没有他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都没有天了 我的天都塌下来了 黄中兴青年时代 曾经是一名武警战士 转业后 在远离家乡的某监狱 担任狱警 后来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家庭 她申请调回家乡 兴安镇工作 夫妇俩结婚28年 妻子眼中的黄中兴 是一位好丈夫 她孝敬老人 热爱家庭 吴秀春说 丈夫就像一头老黄牛 工作上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在新安镇政府工作期间 她负责维稳工作 因为工作忙 很少有机会陪伴家人 老婆是资料 做事又认真 就在黄中兴出事的前几天 她在南宁工作的儿子儿媳 才刚刚在老家完婚 原本说好 儿子结婚后 全家人约定外出度个假的 但是黄家人 没有等来那一天 随后 记者来到了新安镇 了解这位扶贫干部 生前的工作情况 这就是我们黄中兴同志 生前工作的地方 多年来 一直勤勤恳恳地 在基层工作 为我们失去了 这么一名优秀的党员 和铸成工作队员 感到非常的悲痛 据同事介绍 黄中兴多年来 一直从事调解工作 使镇里出了名的调解能手 深受群众信赖 2016年 尽管有机会 选择比较轻松的岗位 但黄中兴 还是主动申请住村扶贫 并且选择了条件 比较差的三桂村 随后 记者随黄中兴的爱人 来到了他扶贫所在的 三桂村 这个东西 从家里面 他从家里面拿来 让我一眼都看得出来 一股固子的就在这里 黄中兴的爱人说 儿子从南宁回来探亲 常常跟爸爸一起下乡 看到父亲连一个放衣服的地方都没有 就买了这个简易的衣柜 看到丈夫的衣服依然挂在衣柜里 还有吃剩的药品 黄中兴的爱人 禁不住潸然泪下 黄中兴意外去世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这个小村庄 他们都为失去黄中兴这样一位好干部 感到惋惜 那天黄中兴正式从战里取了扶贫资料 然后骑上摩托车准备回到村里 没想到永远地倒在了扶贫路上 袁某唐某因为家庭矛盾 把本该在家里解决的纷争 转移到了公共道路上 造成了他人伤亡的极端事件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法重来的单行道 在这条单行道上 会经历各种的艰难 各种的考验 可是这起事件是根本就不该发生的 当袁某唐某在城市道路上疯狂驾驶的时候 不仅把自己送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更是亲手夺去了无辜人的生命 刘运生已经痛失爱人 他唯一的孩子小浩然才刚上小学 小浩然是否能被抢救过来 继续他的美好人生呢 事发之后 两名肇事者 会对被他们亲手摧毁的这两个家庭 说些什么呢 请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